今天的精诊蛋糕 烤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成功 比我的脸都大 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那边可以摆摊哦 而且小朋友可以进去的玩水 我今天约了我闺蜜 带小孩子先去打探一下 刚好家里还有纸盒子 准备给他们做几个可可味的精诊蛋糕 用这个盒子烤的话 它不容易回缩 先倒50克的烘焙玉米油 小火加热一下 这样后期加可可粉不容易消泡 大约加热10秒就可以了 倒回到碗里 加15克的可可粉进去 可可粉是油溶性的 放在芋泥油里 一会儿就化了 加100克的纯淋奶 给它乳化开就行了 下入100克的低筋面粉 和1.5克的破坏粉 一步行给它拌匀 拌到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了 有点干没关系 加6个蛋黄 这次买的鸡蛋都撒黄了 最后的状态是这样子可以叠落的 把我家两个瓦赶到黄金去了 炒死了 加90克的糖 今天用这个线棒来打速度快一点 中途加10克的玉米变粉 打到提起来是这种小尖角的状态就可以了 先取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我习惯先用蛋抽来翻拌 差不多这个状态就好了 倒到这个纸盒子里 把上一点杏仁片 放在烤箱的最下方 按下155度烤65分钟左右 才一会儿的功夫长得好高了 我朋友他们都来了 我小甜蜜还没做好 现在把西瓜椰鹿给做上 我们现在来炸西瓜露了好不好 好 好 加椰浆进去 再炸一瓶牛奶 打了四倍还多了一点点 这个开的好看 这个还没有凉头 我已经给它打包上 快来你们的饮料做好了 谢谢妈妈来炒我料 好的 快点啊 八十八 外面风好大呀 我们到了这边好多人 显示小朋友 很多摆小摊呗 下次我也准备来这里摆摊了 今天你们可以自由地玩水 感觉世界回到了我们小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下 OMG 明天我们下单 我们下单 请先走